男孩已经十年没吃肉了 这天他在船上捕鱼 潮湖里扔下一颗手榴弹 想炸点鱼上来 可惜是个哑蛋 男孩又扔了一个出去 没想到一声巨响过后 浮上来的不是死鱼 而是一具具人类的尸体 不过男孩已经见怪不怪 因为长期战争的影响 这里早已变成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能勉强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 男孩回到陆地上找吃的 再看到一条野狗后 便躺在地上装死 鸡肠碌碌的狗很快就发现了他 慢慢向这边靠近 男孩不动声色地拿刀 等狗子过来后开始猎捕 世界末日就是这么残酷 为了生存下去什么都得做 男孩一路背着战利品回家 他和父亲住在船上 四周都是海洋 本以为父亲会夸赞自己的英勇行为 谁知父亲在查看死狗后非常不满意 怒斥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取出内脏 现在内脏已腐烂 都不能吃了 浪费了一顿好的 男孩解释说这是第一次打猎 没有经验 很显然他们已经很久没吃顿好的了 父亲递给儿子一把刀 让他包下猎物的皮 之后他们来到一位老者面前 想用皮毛换点食物吃 然而老者发现这皮毛 正是来自他丢失的狗 瞬间暴怒 恶狠狠地质问起男孩 为了保护儿子 男人撒谎说狗是他发现的 但当时狗已经死了 老者听罢就不好再追究了 所以同意给他们换两条鱼 这时男孩偷偷溜进后院 拿走了老头的手雷 晚上男孩三下午除二就把鱼吃干抹尽 而父亲一口没吃 又度过了饥饿的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老头就上门质问男人 是不是他儿子偷走了自己的手榴弹 为了平息事件 父亲直接跪了下去 祈求老头原谅儿子的偷窃行为 老头走后 男孩的眼里充满仇恨 心里全是不服气 父亲身体一直不好 终于被疾病打倒了 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他强称着抑制 给儿子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父亲去世 男孩拿起日记本 却因为不识字 根本看不懂 男孩割下塑料布 将父亲的尸体包裹岩石 然后扔进湖里 男孩没有眼泪 也感受不到悲伤 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变得麻木 怀着仇恨男孩报复了老头 将他打晕后 倒挂在水上 然后慢慢淹死了他 男孩在老头家收拾完有用的东西后 就离开这里上路了 他必须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 男孩一路来到湖泊尽头 看见了很多废弃的汽车 男孩没见过汽车 很好奇地坐了进去 他不知道以前文明的世界是怎样的 经过不断地跋山涉水 生人本来有些警惕 只见对方拿出绿油油的蔬菜 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饱餐一顿后 男孩放下了戒备心 觉得这两个男的应该不是坏人 于是他拿出父亲的日记本 希望他们能帮忙解读一下 甚至还将猎枪递给了他们 然而涉事未深的男孩根本不会想到 这两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利用男孩的软肋 诱骗他给自己干活 每天五点起来耕田 宛如一头老黄牛 到了晚上 两人只是读一些日记上无关紧要的问题 以此吊着男孩 更可恶的是 他们还囚禁了一个少女 把他当畜生圈养 虽然男孩看到了这一切 但阅历尚浅的他不明白其中的罪恶 不过他也逐渐发现 这两个男的根本不是在真心帮他 于是他把日记拿给少女看 希望他能帮到自己 可惜他也不识字 但他的父亲识字 他保证只要男孩就自己出去 就让父亲把整本日记的内容都读给他听 男孩果断放他出来了 可惜一出门就碰到了那两个男的 他们把男孩当傻子耍 将日记本扔来扔去 男孩彻底怒了 用刀筒死了其中一个胖男人 少女见状帮忙杀死了另一个男人 完事后两人坐着小船离开 去往女孩的家 然而一进门就看到父亲已经上吊自杀了 女孩悲伤不已 一把火烧了房子 同时火化了父亲 之后两人开始一起流浪 相处间他们对彼此越来越熟悉 关系也越来越好 一天男孩在丛林中寻找食物时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陌生男人 将他撂倒在地 这是一个末日般的世界 因为战争 树上到处挂着人的尸首 男孩从小在这里长大 对这番残酷的景象早已习以为常 男孩和少女四处流浪 结果却被神秘组织逮捕 他们被带到一个废弃工厂内 对方是一群末日暴徒 已经很久没吃到东西了 现在抓到两个大活人 终于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 老大让眼镜男把男孩带走关进笼子里 女孩则留下来满足他们的授欲 男孩死到临头 仍不忘记向人请教日记里的内容 眼镜男没有理他 但晚上无聊就翻开日记本看了起来 不看还好 一看便勾起了男人的伤心往事 原来男人也曾是一位父亲 但为了活下去 竟吃了自己的儿子 日记本里的话唤醒了他仅存的一丝良知 不料这时老大命令他杀掉男孩 好准备明天的硬菜 眼镜男提着枪走进牢房 男孩本以为自己大陷将至 谁知男人放下枪 把日记本拿了出来 他一字一句地读给男孩听 听完这些男孩已是泪流满面 原来父亲之前对他的态度 是为了让他更坚强 这样才能在末世中生存下去 父亲对他的爱不可谓不深 眼镜男读完转身离开房间 同时没有锁上铁龙门 当男孩出去时 只看到满地的尸体 原来眼镜男被父子情打动 为了正义和爱 他杀死了团伙的所有人 然后开枪自尽 解脱的同时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两个年轻人的未来 也维持了文明社会本该存在的秩序 故事的最后男孩救出少女 两人再次踏上未知的旅途 从此他们相依为命浪迹天涯 这部电影名叫后代的土地 是一部预言式的剧情天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